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解决Microsoft Edge浏览器右上角的Copilot图标消失的问题 很多朋友是不是发生过这种情况 本来可以正常使用Microsoft Edge浏览器集成的Copilot 但是当点击刷新按钮的时候 有时会收到该服务在你所在的地区不可用 然后右上角的Copilot图标会瞬间消失 重新启动Microsoft Edge浏览器也没用 而且点击任务栏上的Copilot图标没有任何响应 接下来进来解决这个问题 请注意本期视频分享的要点是 让消失的Copilot图标重新出现 首先打开任务管理器 在任务管理器中找到Microsoft Edge 并结束该进程 按照视频的操作进入对应的目录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打开C盘 双击用户文件夹 双击自己的用户名称文件夹 点击工具栏上的查看选项 选择显示 点击隐藏的项目 双击AppData文件夹 双击Local文件夹 双击Microsoft文件夹 双击Edge文件夹 双击UserData文件夹 双击Default文件夹 请注意如果Microsoft Edge登录了多个用户 此处应该会显示以Default开头 并以数字结尾的多个文件夹 一定要进入与用户名称对应的文件夹 向下滑动鼠标 找到这个名称为Preferences的文件 使用记事本或者其他任何文本编辑器 编辑这个文件 查找Chat下滑线IP下滑线Eligibility下滑线Status 这个字段 将后面的False更改为True 保存并退出文本编辑器 在Preferences文件上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将文件属性中的只读复选框选中 点击确定按钮 现在打开Microsoft Edge浏览器 看看右上角的Copilot图标 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而且点击任务栏上的Copilot图标 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是因为Windows 11系统内置的Copilot 本来就是基于Microsoft Edge的 不少朋友都发现 Windows 11更新到最新系统之后 任务栏上的Copilot图标消失了 其实是系统判断为CN后隐藏了 接下来的方法需修改系统文件 请自行斟酌风险 谨慎操作 依然是关闭Microsoft Edge浏览器 并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相关进程 按照视频导航到System32目录 找到名称为Integrated Services Region Policy Set JSON的文件 使用记事本或者其他文本编辑器 打开这个文件 使用鼠标将滚动条拖动到最底部 找到视频中的这组代码 将代码中的CN删除 保存文件 保存文件 打开该文件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记事本 再次打开该文件 并将最后一组代码中的CN删掉 dela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仍然提示没有权限打开该文件 请关闭文本编辑器 在Integrated Services Region Policy Set JSON文件上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安全选项卡 选择下面的高级按钮 点击上方的所有者后面的更改 点击高级按钮 点击立即查找按钮 选择当前系统的用户名称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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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编辑按钮 点击添加按钮 点击高级按钮 点击立即查找按钮 选择当前系统的用户名称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完全控制后面的允许复选框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时按钮 最后点击确定按钮 再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记事本 打开Integrated Services Region Policy Set JSON文件 将最后一组代码中的CN删掉 点击文件菜单 选择保存选项 就可以正常保存了 重新启动计算机 理论上任务栏消失的图标 就可以找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